有一点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你应当从二十一世纪文明的角度 去了解文革 那么文革 在我来说 我觉得文革最大的两个罪 第一个是反人类罪 反人类罪就是反人性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 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 第二个呢是反文明罪 所谓的反人类罪就是 他把整个中华民族的传统 全部给毁掉了 他把这个文化毁掉了 造成整个民族的精神数字下降 那么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说 最主要的从文革的历史教训中间 应当吸取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独立思考 那是最重要的 有了这个独立思考 不管是有一个毛泽东也好 有一个邪子东也好 他要挥手 那就不是像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样 就稀里糊涂的跟着前进 那这些年轻人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精神 从历史中间得到了教训说 你挥手我不前进 那他就没责 那文革回潮就搞不起来 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民族来说 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最重要的 恐怕还是从文革的历史中间 吸取一个要独立思考的 这么一个精神教训 对这个年轻人by 感谢观看